上個禮拜講的工具 除了這個之外 然後還有講到有關解碼器 那我有把它update最新的 因為解碼器它會一直不斷的更新 所以如果你沒有更新到最新版的話 有些時候影片還是沒有辦法被下載 然後還有快速剪輯 另外呢 當然還有其他的 可能製作相片電影 這個可能時間的關係 也許我就不特別講 但是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利用那個Picasa那個軟體 它其實還蠻好用的 可以快速的幫你把很多的相片 因為你相片有時候你要分享 一張一張分享 或者是放在相簿 其實我覺得倒不如變成一個影片 加那個背景音樂 那人家說到的時候 他就直接播放了 一邊看一邊看 那相間隔一秒兩秒三秒都可以 然後一直往下一直播放 利用那個Picasa這個軟體 它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這個目的了 這邊有個相片轉電影的Picasa 最新版好像3.9 好像不知道有沒有更新吧 如果有更新你就用最新的版本 那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也就是你把相片放進去 它就自動幫你把相片全部轉成影片 也許你頂多是放一個片頭片尾 然後中間間隔多久 再傳上去 不過呢背景音樂部分 我不建議你自己放MP3的音樂 因為那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通常呢 背景音樂 我通常會傳到Youtube上面之後 再利用Youtube提供的那個 它所謂的那個 免費使用的背景音樂的部分 再把它加上來 這樣會比較沒問題 好那大概會有這些相關的工具 那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我們接著再繼續來看 講Youtube剪輯之前 我還蠻建議就是說 各位可以多增加自己的那個點擊次數的 因為這個點擊次數怎麼樣增加 因為其實這個牽涉到一個問題 以後如果各位有興趣 想要那個 類似像我這邊有提到 其實我有在大概去年吧 寫了一篇那個部落格文 那這篇文章好像蠻多同學 對這個有興趣的 因為我就寫說 因為剛好是快年終的 好像去年年終吧 然後呢 我就收到Google給我的那個 一筆金額還算不是太小的金額 我就把它PO出來 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如果你要額外 去打工賺錢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那裡面的話呢 我收到多少錢呢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數字 它這個地方的話 是總共各十百 不過它沒那麼多 這邊有個小數點 所以大概九百多塊 那其實九百多塊 這個是美金 美金我想 如果折合台幣的話 應該也有三萬多塊吧 我覺得也不如小補 那對於 那當然我其實主要的 就是做什麼事 不外乎就是分享文章 那這個也不是說 我刻意去做的 另外就是把教學影片放上去 或者甚至是 簡單的一些APP 然後呢 我其實主要是 嘗試掛那個廣告看看 效果如何 那當然體驗一下 小賺一點 這個什麼打字費啦 剪輯費 那其實也有點像 網路公讀生的感覺 其實也是一種 另類的公讀 也不錯 那不過呢 事實上 靠這個網路分享過日子 其實不容易啦 不過要增加一點 額外的薪資 我覺得不是很困難的 那當然這筆錢 進來之後 有個麻煩點 就是說我要怎麼把它 領到手 那之前比較前面的是 我去那個銀行排隊 而且還要填好多資料 我覺得非常麻煩 然後看網路上 有人分享就是說 其實只要開個戶頭 然後呢 在網路銀行 開個戶頭之後 把相關的資料填完 按下一步下一步 金額全部都進來 後來發現 我就開個戶頭 就照著做 發現非常簡單 每個月 只要他金額有進來 那我就打開我的網路銀行 把它寄給我的資料填一填 錢居然就到我的網路銀行 就到我的銀行裡面去了 當然是賄賂啊 是美金啊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了 這個其實也不外乎是一種 一種很不錯的一種方法 你看他就把錢直接匯進來 我就把它拍個照 分享一下 諸如此類的東西 實在是蠻多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以後你要怎麼做 其實給各位一個關鍵字 其實你要只要打 如果以後呢 你希望喔 在那個 你比如說影片 或者是你的部落格 或者未來你有做APP的話 你希望喔 能夠在上面加上一些廣告 這個廣告是Google提供的話 有一個就是叫 關鍵是叫Google 叫ADSense 所以你只要打一個什麼 其實Google然後空一格吧 打一個AD吧 AD ADSense 他有個ADSense 是指的是 一般就是說你要提供喔 比如說你是那個什麼呢 內容提供者 就是你要提供影片 提供文章 提供APP等等的 這就ADSense 那底下有個叫 ADWorks是什麼 ADWorks剛好相反 如果你希望喔 你要掛廣告 你是廣告的業主的話 那就ADWorks 所以ADWorks基本上是要付錢的 ADSense是要收錢的 那中間Google就是當什麼 當有點像中介 不過他收的可能應該更多 所以他你看到那五本生意 全世界最賺錢的廣告公司 就Google啦 他為什麼這麼賺 因為他就從中間 其實獲得還蠻大的利益 那其實喔 如果將來你希望能夠 透過那個你的創意 賺一點 一點小錢吧 我覺得這個 但是也不是太困難的 所以你點擊下去 他就會有相關的連結 那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個應該官方的 官方的那個連結 我覺得他寫的也還蠻不錯的 而且這都沒有 沒有那個廣告 沒有任何廣告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個方向 誰說興趣不能當飯吃 沒錯啊 其實像我寫文章 我並不是說我今天 有什麼目的性 我只是想要分享而已啊 分享其實是一種 很愉快的事情 那如果說你這麼愉快的事情 又可以有一些多一些回饋回來 那感覺更好嘛對不對 那會更鼓勵你去分享 所以其實我這個地方 像我之前最近發的那個文章 就是那個分享那個免費Google 給的一T的硬碟 那其實說真的 我做這些事情 也沒有說刻意 我為了這能夠得到什麼 但是其實背後當然 如果可以因為這樣關係 能夠得到一些回饋的話 那當然樂此不疲 那當然也是一種好的 也是一種正向的 所以他這邊有寫說 將近有兩百萬人 也就是說其實在網路上 透過那個ADSense 而獲得一些 我想加薪的機會吧 因為如果你沒有額外的 因為你額外的一些兼職 這也是一種兼職的方式 那也是一種方法 那底下的話還有了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迎合目標客群 放送合適的廣告 那其實Google為什麼 它中間到底做什麼 它就是把對的東西 對的內容給對的人 所以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像你瀏覽一些網站 或者是YouTube的時候 它會自動跳出你喜歡的內容 主要它會去追蹤 你到底看了哪些網站 它把它記下來 然後再給你對的東西 所以其實相對的 也比較不會說 有給人家感覺很干擾的感覺 那掌控權在你的手中 然後呢 之前是出最高的廣告等等 反正類似像這些部分 那你要怎麼申請 其實很簡單 這邊有個立刻申請 我就做了什麼事 反正它跳出什麼 我就打什麼 打一打打一打 接下來我就看一下 要怎麼把它掛上去 要就把它掛上去 開始我就可以等待什麼 那個數字慢慢慢慢增加 那這個感覺 其實也是一種成就感 你會看到 剛開始怎麼等了這麼多天 還沒有金額進來 慢慢看到 那個金額有進來了 有增加一點點了 那也是一種快樂 OK 這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你也是可以嘗試看看 這部分 至少呢 將來如果說有一個金額是從Google 寄給你 大家那種開心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很難形容 OK 好 這個是80Sense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回到我們這個上課的這個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再來就是要講有關如何利用那個雲端的剪輯工具 那雲端剪輯工具的話 裡面剛剛我沒有看到 主要第一個一樣先把那個影片先傳上去 所以我剛剛已經利用 那個4K video download了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的 這個影片是全部的 所以這裡面有14分鐘 不是短的 我是把它全部下載下來 然後呢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上傳 也就是把這個影片傳上去 那傳上去之後呢 我不再離線的狀態剪輯 而是直接怎麼樣 丟上去 丟上去之後的話呢 那我從哪邊進來 其實特別主要 你影片丟上去 一樣是從什麼呢 創作者工作室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到影片 影片的部分呢 記得這個影片進來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所謂的強化 其實主要是從強化這個地方 那它裡面提供哪些功能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一點 就是說它可以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 我剛剛有特別講到 就是剪輯 比如說上個禮拜呢 我們是用那個離線的 還要安裝解碼器 然後再下載 安裝那個剪輯工具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方法 比較麻煩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直接 用這個方法 但是你在使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你傳上去的影片 我預設呢 因為這個影片不是我的 我預設的時候 我會把它傳上去的時候呢 先改成私人 為什麼 因為這個畢竟不是我的 那我當然不能公開啊 OK 所以你在上傳的時候呢 先把它改成私人的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保險一些一些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進到那個 就是 強化 這邊可以找到這個強化功能 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剪輯 記得這邊有個剪輯功能 那你可以一樣的方法 怎麼樣快從雲端剪輯呢 把他拉到你要的頭 拉到你要的尾 比如說這小段 一小段一樣嘛 也許大概 就給他來個大概一分鐘吧 按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他一樣會預覽讓你知道 這一段總共有一分二十三秒 如果還不夠可以再剪輯 那特別注意喔 剪輯完之後喔 你還可以透過他幾項功能 我覺得裡面還蠻多的喔 我常用到的 慢動作我用的比較少 通常我會用什麼 縮時攝影 那什麼叫縮時攝影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希望讓這個影片快轉的話 那有兩倍 四倍甚至到六倍 這個我用 因為我之前有用過就是 利用這個功能 把我的那個教學影片 把它快轉過來 因為有些動作呢 可能會比較冗長 所以我把它快轉過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自動修正 有這個影片 你不知道到底哪邊要修正 沒關係 亮度對比你不會調 自動修正一下 他也會自動幫你 把這個自動修正功能加上去 OK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穩定 這個穩定是什麼用途 主要就是說 一般人 在攝影的時候 常常都沒用腳架 而且你們攝影的時候沒用腳架 可是如果你沒用腳架的話 你會發現喔 那個畫面一定會不太穩定 晃得很厲害 那這樣的話呢 使用者看的一定會非常不舒服啦 感覺好像頭快暈了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穩定的方式 它後製會幫你自動把那個晃動的感覺呢 把它解決掉 這個我覺得還蠻建議的喔 可以用這個功能 那還有像是其他 包含就是說呢 像還有所謂的篩選器啊 這個的話就是 是情況用的 因為它做出來的效果喔 會變得很 很不一樣 比如說你希望這個有節慶的效果 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有節慶的效果 或者你希望這個影片 因為它有那種感覺需要比較懷舊 那你可以用那個泛黃懷舊 那或者是高反差這個HDR 比如說我用HDR的效果套用上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影片呢 看起來的 這個效果喔 就會反差就比較大 有沒有 這邊的感覺跟這邊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OK 那你這個地方的話呢 還有除了這個功能 還有我剛剛講的模糊 模糊效果的話就是 比如說臉部模糊處理 如果你按下套用喔 它就會把裡面喔 只要有人的臉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人的臉做馬賽克 不過它有個缺點喔 它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之前用的時候 它只有這個功能 臉部模糊 就是只要是人臉 不管是誰的臉 它通通模糊 可是問題來了 你只是希望路人講 那個模糊 但是主角 男主角跟女主角不要模糊的話 這個地方如果你用臉部模糊 當然沒辦法 但是它多了一個所謂的 自定模糊處理 這個我還沒用過 因為這個新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影片中進行模糊處的目標 這個因為我沒有用過啦 所以我不太很確定說 這個到底能夠做到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是不是說可以透過這個自定模糊 還可以選擇部分模糊 部分不要模糊 最後如果你做完之後 請各位看一下 記得1強化 然後快速修正 篩選器 模糊 最後的話上面有三個按鈕 也就是說呢 你要怎麼做 如果你剛剛做的動作 全部都要重來 你選擇這個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希望把這個檔案 直接蓋掉 選擇儲存 蓋掉的話呢 原來那個檔案就不見了 不過不太建議啦 通常我會選擇什麼 另存 那所謂另存就是說 因為我這個地方 只剪了14分鐘裡面的1分23秒 那通常我會把它 這個地方另存一下 那另存為新影片 他就會把這個影片 另外再存一個 不過後面會多一個什麼 副本 什麼什麼的副本 那你 當然你需要怎麼樣 將來 再點擊進去 把名稱稍微做修改 不過你會發現 你做完這些事情 可能要等個三五分鐘之後 他才能夠 才能夠做修改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 你要更改他的名稱 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你這邊的話 假設我今天把那個 這個點擊進去 我把它改成01好了 假設我這邊一樣按儲存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可以存第一段影片 那一樣的方法 我等一下一樣可以在02、03 把這個地方呢 再剪出另外兩段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說利用完整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上個禮拜 有把完整影片 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就把它傳上去 利用那個你之前下載那個影片呢 在雲端上做剪輯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剪輯的話 基本上請各位練習就是說呢 傳上去之後 利用雲端剪輯 一樣剪三段 那哪三段 我想各位自己再選一下 或者是說你可以不要跟上個禮拜 一樣的那個影片 你可以另外再找一個 也許不一定是TAG的啦 你可以選其他影片都沒關係 你就再選找一個影片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利用那個 不是離線的 不是上禮拜那個 快速剪輯工具 而是利用雲端的剪輯工具 雲端剪輯工具 那一樣剪三段 抵 patron 塔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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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